- Let's go! 大家好我是Pia哥 今天這支影片要跟大家介紹的是 最棒 vs 最爛的運動權補給品 當你喝了之後可以提升運動表現 我們廢話不多說就自己給他看下去 首先先來講這支影片會分析的是 比較偏向爆發力、肌肥大跟肌力為主的補給品 比較不會提到偏低強度的那些補給品 主要是可以讓你吃完之後的一到兩個小時 你的訓練表現會提升讓你可以修復的更快 然後力量也會提升 長年累積下來的話對於你的訓練強度 還有你的訓練量都會有幫助 所以整體的身材線條會比較好一點 然後對於你的肌肉量還有你的肌力 也都是會有一定的提升 在評分開始之前要先跟大家介紹我們 Step V 新推出的酸糖果口味 Pre-Workout 這一款是我們專門設計出來給想要提升運動表現的人 對像是我們有在健身或者是做高強度運動 或者是你有在做競技比賽類型的運動 都非常適合買來喝 在訓練前30分鐘喝下去可以提升你的運動表現跟專注力 還可以縮短你的休息時間 跟賦予你強大的泵感跟旺盛的精神力 我們裡面添加的內容物都是在研究上面顯示有幫助的 包括餅鞍酸 金鞍酸 雞酸 牛黃酸 瓜拿納萃取 甜菜跟萃取跟核糖 那我們詳細的配方跟用途呢 我們會把它放在旁邊 大家有興趣的話可以去看 那裡面的內容物等一下也會一一介紹到 把他們的研究評比拿出來給大家做分析 這個酸糖果口味呢 是我本人挑出非常非常多次 最後釋出了一個我個人覺得超級滿意 酸酸甜甜的感覺 不會像國外有一些Pre-Workout 你喝下去有那種化學然後有點喝了去想吐的那種味道 我覺得非常好喝 那我們這邊的教練跟一些人試喝之後 都給予非常讚的一個評比 那我自己基本上都是一次喝兩包 我覺得哇非常的爽 那我們會把購買的資訊放在下方 大家假如有興趣的話可以去做購買 那記得要使用我的折購碼PTA 我們大家分析的順序會大致上 從價錢的低到價錢的高來跟大家解釋一下 因為這樣子的話大家也可以考慮到 自己荷包的深度有多少 然後來做購買 首先我們要來介紹的是最便宜的咖啡因 那它最大的功能呢是可以把你的 A1跟A2A receptor擋住 那咖啡因它本身是接受過非常非常多 研究的一個補給品 它主要的功能包括讓你提神增加耐力 提升大腦的多巴胺 提升腎上腺素跟提升力量的輸出 那聽起來是非常的棒 但是其實你長期使用過量的咖啡因 會有一些副作用的 主要是你自己的腎上腺素分泌 跟多巴胺的分泌會受到影響 就會有點下降 那你就會需要靠更多的咖啡因 來幫你達到原本的那個水平 那你假如不喝的話 你就會感覺到有一點頭痛 然後有點精神無力 這時候你就對這個咖啡因有點依賴 如果你每天都有在攝取咖啡因的話 就建議你一天不要攝取超過300mg 那這大概就是兩倍咖啡因的量 但其實有很多其他飲料也都會有含有咖啡因 所以大家也需要注意一下 那假如你覺得稍微對咖啡因有一點不敏感的話 也可以嘗試休息一周 讓它那個敏感度稍微回來一點 這樣之後你再吃的話會更有效 那對於有在健身的人來講 我通常都會建議你平時不要再喝咖啡 就是你有在健身前你在喝咖啡因 或者是在喝preworkout就好 不然你有的人就一天已經喝兩杯咖啡 然後你訓練前又喝一個pre 這樣你咖啡因非常容易就直接爆表 但是除了咖啡因的這些過量的副作用之外 我還是會給咖啡因一個A級的分數 下一個要介紹的是我們講過很多次的基酸 它是以我們自然的人來講能夠吃的補給品種 一定是排名前三名的 那就是以提升運動表現來講的話 一定是第一名 那最主要的功能是提升我們 體內跟肌肉內的基酸儲存量 然後進而呢它可以幫助你提升肌力 無氧運動能力 肌肉控制 肌肉抗壓能力 跟修復力 完整補充進去之後 最有感受的感覺是 原本做八下的重量 你之後喝進去你還可以多做個兩三下 那之前的影片其實對於基酸的研究分析 跟對於基酸的介紹也講過非常非常的多次 基本上你假如要喝的話 我建議你就喝一水基酸就好 因為這個是最多研究證實 跟它也是最便宜 然後最有效的 那在填充期的時候 就是第一個禮拜 我們一天就是喝15到20克的基酸 分三四吃 所以一次大概就是5克 之後維持期的話 就是每天再補充個3到5克的基酸 就差不多了 那假如大家有需要基酸的話 也可以到我們STEPV的官網去做購買 而且我們是使用了高級的Cree Pure基酸 總之呢基酸我一定是會給它一個A級的分數 只要有S評分的話我會給它S級 接下來要介紹的是有關於性功能方面提升的補給品 那比較常見會把它放到Pre-Workout 或是會標榜提升運動表現的補給品中 就是馬卡跟吉底 那這類東西吃下去的話 最主要就是提升你的性慾跟你的衝勁 所以要是你有這方面的問題的話 你吃下去是真的會對你的運動表現有幫助 因為最主要是可以提升你的自信心 然後你會更有動力去做一件事情 但要是你沒有性慾方面的問題 或是你沒有這個衝勁上面的問題的話 其實你吃下去不會太有感覺 因此我會只給它一個C級的分數 下一個要介紹的是HMB 也是常常會在Pre-Record中看到的 這個東西是量氨酸的代謝產物 但它相較於量氨酸 它比較不會去刺激肌肉合成 反而是去抑制你的肌肉分解 所以大部分有放這個東西的產品 它都會標榜說可以幫助你增加你的修復能力 然後減少修復時間 幫助你抑制你的肌肉損害之類的 但是在研究上 我們通常找不到HMB增加運動表現的研究 因為像是這個研究統整分析呢 就指出你每天吃3克的HMB 持續12週 對於你的力量跟身體組成 都不會有明顯的幫助 在理論上面 HMB對你的身體是會有幫助的 但是在現實層面上面 不會有幫助的原因有兩個 第一個原因是 大部分有在健身的人 其實它的蛋白質就已經吃夠多了 那蛋白質吃夠多的狀況下 你的量氨酸的攝取其實也是會足夠 那你在這個狀況下呢 在吃更多的HMB 其實不會有更多的幫助 那第二個問題是 大部分的人 不會在吃不夠蛋白質的狀況下 又做高強度的訓練 然後又持續很久 所以基本上 不會有人會需要吃到HMB 那除非你是真的蛋白質吃不夠 然後又做高強度的運動 或者是你持續非常久的運動 這個時候你吃HMB才會有幫助 基於它的價錢跟它的實用性 我只能給它一個低級的分數 下一個要介紹的是 非常非常非常常見的 BCAA補給品 那BCAA這個東西 主要是含有三個必須氨基酸 包括 量氨酸、100氨酸跟斜氨酸 通常這類的產品呢 它會選擇幫助你肌肉合成 跟舒緩延遲性酸痛之類的 但是基本上在研究上面 對於你的生理組成或者是運動表現 是完全不會有太多的幫助 最主要的原因其實跟HMB一樣 就是你原本就已經吃足夠的蛋白質 或者是你有在喝那些蛋白粉 其實它裡面的BCAA含量就非常的多 所以你在吃進更多的BCAA 也不會有更多的幫助 除非你真的還要再額外補充 40克左右的BCAA 但那個就真的太超過 而且非常的貴 那它真的比較有幫助的呢 是屬於比較偏耐久類型的運動 或者是你要持續超過兩個小時以上的運動 在做這類運動的人 你假如吃HMB的話 主要是可以幫助你 超過兩個小時的運動時間以上的話 你還是可以減少你的疲勞感 跟維持你的手眼協調能力 但假設你是針對你的肌肉量 然後爆發力 跟你短時間的運動表現的話 我只會給它一個低級的分數 下一個要介紹的是消酸眼 就是它聽起來很恐怖 但它其實對身體是很有幫助的 那大部分呢 都是可以在蔬菜中 尤其是綠葉蔬菜 或者是甜菜根中去找到 那很多的研究都是拿甜菜根萃取 或者是甜菜汁 來做消酸鹽方面的研究 它最主要功能是可以喝進去之後呢 讓你的身體把它轉換成一氧化蛋 那它進而可以提升你的 有氧耐力 無氧耐力 肌力 肌肉修復能力 跟血液流通 因此呢 我會給它一個A級的分數 那這邊補充說明一下 這些A級的補肌品呢 我都是找那種研究夠多 而且它是夠穩定去證實 它真的對身體有效的 我才剛把它放在A級 那下一個要介紹的也是A級的補肌品 就是餅胺酸 那餅胺酸它最主要的功能是可以刺激我們肌肉 然後去生成更多的肌態 那進而呢去增加我們肌肉的緩衝容量 讓你可以做更多更高強度的訓練 同時提升肌態是可以提升你的耐乳酸度 所以在這個研究上面就顯示 補充兩克以上的餅胺酸 就可以增加那些需要持續60秒到240秒的訓練 所以對於大部分做肌肥大的訓練的人 是很有幫助的 又或者是你會需要做那種 拼命一分鐘到四分鐘的訓練 比如說打拳擊之類的都是很有幫助 餅胺酸這個東西我個人是覺得台灣人比較少接觸到 但是它效果是真的很好 大部分我們在做肌肥大的訓練 就是做8下到20下左右的一個次數 那剛好就是跟它做60秒到240秒 提升的訓練表現的時間是差不多的 因此呢我會給它一個A級的分數 下一個要介紹的是有關於 液氧化氮提升的補給品 那比較常見的通常會放 金氨酸跟瓜氨酸 那這兩個東西呢它最主要就是可以 增加你的血液流通 然後跟增加你的能量使用率 但是金氨酸跟瓜氨酸的問題是 它每個人吸收的效率會不太一樣 有些人吸收比較好 有些人吸收比較不好 那瓜氨酸的吸收效率會比金氨酸稍微好一點點 但是在台灣不能放 也因為吸收的問題在研究上面 比較難有一個明確的說法是說 你吃金氨酸就完全一定會有幫助 像是這個研究它就說前4週你吃金氨酸 對於你的肌肉量成長是有幫助的 但是在8週之後 其實兩組呢不會有太大的差異 我個人呢還是會吃金氨酸的 因為我覺得它還是對我有一點點的幫助 但是這個補給品真的是比較因人而異 因此我只會給它一個C級的分數 最後一個要來介紹的是 中國跟印度使用很久的草藥類型的補給品 那這個東西我們把它歸類在適應員補給品 比較常見的包括高麗人生 印度人生跟南非最邪等等 這些東西呢我以前覺得它都是拿來騙我的錢而已 但是越來越多開始針對適應員來做的研究 發覺他們在對於抗壓力減少疲勞 增加記憶力等等都是有幫助的 像是這篇針對南非最邪的研究 它就是說它可以有效的增加你的速度 跟你下肢的肌力跟你神經肌肉的協調 那麼上次在做那個睡眠療程的時候 那個醫生是有開南非最邪給我的 那它真的讓我吃下去覺得說 在抗壓力跟那個整個精神力的狀況是明顯的有幫助 所以大家假如真的有預算的話 是可以去買一下 但是因為還是有價錢上面的考量 因此我只會給它一個B級的分數 好那麼以上就是我整理出各種可以幫助你增加肌肥大爆發力跟力量的補給品 那對於新手來講呢 我就會建議你一定要喝極酸 因為極酸這個東西真的太棒 然後可以配個咖啡因 因為你就是買個咖啡就直接喝下去 那麼進階一點的人 你就可以去買餅胺酸跟精胺酸來使用 假如你是有預算的話 也可以去買一些中國草藥跟印度草藥 就是那些適應元補給品 最後還是要跟大家講一下我們的Pre-Workout 酸糖果口味開始販售了 那裡面加的內容我都是剛剛講過A級的補給品 所以我也會給它一個A級的分數 那麼購買的資訊我也放在下方的資訊欄 大家可以去參考一下 最後就希望這支影片對大家有幫助 我們就下次再見 謝謝大家大家掰掰 謝謝大家